台灣好手世界拼搏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雅芳 一起跟著華視新聞的腳步 來關心中華隊在成都市大運的好表現 首先來看到的是中華南籃的部分 除了擊敗中國 引發了兩岸球迷暴動之外 其實在排名賽 對上南非更是一路殺到底 以一百零二比六十四 三十八分的差距大勝過關 而接下來在今天 雖然說是輸給了波蘭 但是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闖進了十一到十二名的排名賽 確定會超過2017年 台北市大運第十三名的成績 刷新南籃在市大運的最佳記錄 而在這當中 打得最讓大家驚豔的 絕對就是控球後衛高警衛了 不要看他二十二歲 一百七十三公分 身材好像不是很搶眼 但是這一次他表現真的非常的出色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世大運的前四場比賽 其實命中率都在五成之上 特別亮眼的可以看到對上中國是拿了二十六分 而在對上南非的時候 一個人就投進了六顆的三分球 命中率還超過八成 而二十二歲的高警衛他其實曾經到中國直籃CBA去試訊 但是沒有能獲得青睞 在今年他是在T1的選秀會 以榜眼的姿態加入到了台皮雲爆 那這也讓網友直呼 哇 猛猛的已經開始期待他接下來的表現了 而台灣在國際賽這幾年啊 備受期待的只有一個項目 那就是體操 儘管呢 男子體操團體賽中華隊是以第六名作收 但是安馬王子李志凱 他的表現非常的威猛 是一口氣闖進到了 有安馬 單槓還有全能的三項決賽 當年翻滾吧 男孩紀錄片中的男主角 現在二十七歲的李志凱 現在可以說是國際賽的常勝軍哦 在安馬的項目我們可以看到 不只是在東京奧運他拿下了銀牌 那在世界杯呢 他也拿過了四面的金牌 接下來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是金牌 緊接著再之前一些在2017年2019年的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